有什么感觉跟神月一起演戏 首先能感受到很大的一个情感 就是很真实的一种情感 你让我的天地一面 你让我的天地一面 这个对于我来说 就是能真切地感受到 对手搭档给我的真实情感的话 就会非常出动我自个儿的感情 就很快会激发出来 然后这个我们拍摄的时候 眼睛过敏了 然后把隐形眼睛摘了 其实最大的问题 我有点看不清神月 但是我们那个在排练 还有对词的时候 还有做那个练习的时候 我那阵是好的 那个特别棒 这几天的相处 神月的一举一动 而且你们俩 因为这一从开始 就是搭档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我相信神月的一举一动 那个小细节 应该你即便摘了隐形眼睛 都刻在心里了 我觉得你们可能自己的CP感 比在这个剧里的CP感要强 所以你们本身是 不是情情情你吧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知道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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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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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没说说那个八卦是不是真的 没有没有 这是一些 把握 其实我们还蛮害怕 如果男女主角真的演戏爱到一起了 开始的时候会很兴奋 觉得哇 剪刀了 他俩真的爱 你都不用太倒 他就有那个爱 可是呢 这种风险很高 吵架 因为他们会吵架 有一次我们主持一个晚会 然后这个晚会呢 本来是这个电视剧的宣传 其中这个男女主角就要一起来宣传 他们是一对恋人 然后呢 就是因为他们在参加晚会之前 他们分手了 所以这个发布会呢 就变成 就有三个舞台 主持人在中间舞台 然后女主在A舞台 男主主在C舞台 然后就三个人在三个舞台 然后我问一个问题镜头给他 然后问个问题镜头给他 问了两个问题就下去了 就会很尴尬 很尴尬 而且还有就是经常很多演员来参加颁奖典礼 谁跟谁又不能在一起做 那个又是前任 就是会很复杂 所以我们尽量不想 把戏外的关系带到戏内来 最好大家都相对职业一点 二导 您作为导演 你会要求你剧组的演员 去培养感情吗 我在现场 我叫我演员肯定要爱对方啊 就是我拍之前接吻的时候 我说你脱手啊 先搂着他 我叫年轻演员了 会鼓动他去做这些 第一关嘛 年轻人可能要突破这个嘛 接吻戏内容 如果职业演员的话 我觉得都能面对的 但男演员跟女演员的就不太一样了 男演员我们一向以前拍的时候 我们都很小心 对 男的太紧张 因为有个词叫嫌猪手嘛 对不对 我自己个人就在当演员过程里面 就没有就是喜欢上一个女演员 二导演戏演得多吗 我有啊 我们也有 有 很帅耶 他是香港那个年代的第一把交椅 大帅哥 你对那些信那么熟居然不熟 我赶快摆布一下去 这个是我跟一同拍的第一组照片 在拍之前 反正我又重了一段这段戏 然后找找感觉 稳一点啊 那我学长 此不瞑目就是这样 你想吓死人是吧 再来 自然已经 老师早 好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 这张就很生动 我演编的那个皱纹怎么没了 是真的给你修掉了 真的给我修掉了 我想保留那个东西的 这就是范志祺想讲的成年人的恋爱 就是他会有很多余维纹 他想呈现的就是脸上的一些岁月 然后要特别感谢舍姐 当时在现场喊了那个口号 哈哈 你是叫什么口号 翻赛 翻赛 然后世界这个鱼卫文就出来了 然后就抓拍了一个这样的照片 然后我跟童在现场 我们两个就一直在 一直在 哎 钓鱼落掉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拍出了这样的一个照片 其实这一组就是这个拿钓鱼竿的这一张 其实我们两个一直在自己给自己喊口号 就是还蛮放松的 然后出来很多 我们喜欢曼杰来了以后就是 他又给我们了一些新的点吧 对新的建议 就是出来更多好看的照片 谢谢曼杰 那也不谢不谢 对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想跟你压力 就是觉得那个就是不合适什么的 或者或者有点不好意思说 我其实我觉得还是简单点好 还有就是 我觉得你跟何宇相处的时候 确实是也是挺开心的 我能看得到 包括你们在一起做那个活动 因为本身我的性格 不算是特别活泼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满热的人 但是只要是了解我的话 或者说是接触比较多的话 可能我会再活跃一点 对 OK 不管做任何事情 不要有压力 有压力的话 可能甚至就变了 帅帅的大男孩 完美的 翻CK 你来了不该来的时候 你要干啥去 小沈月 怎么可能 行 小沈月 还对 你一会儿 你一会儿 没事 瞧我们订阅 你童姐呢 什么 童姐呢 童姐答应了吗 你们俩先聊吧 我在那个远处拉着背 过过的看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们也该聊一聊完了 聊完了 你别要打扰 不要打扰这个时刻 哎呀 谁不打扰 这屋里就你俩呀 没了 对 那你出去吧 是不是PD没拦住你 哪有人拦我呀 你看着没有 这么拦着你了吗 别不懂事了 下车 多好你们家艺人 我来抢你来了 你跟我说我不懂事 财心 你来抢我 你 你来这干吗 抢枕月 凡 ck 哈哈哈哈 咱们跟大哥说话呢坐 楼上排队呢 楼上排队上一声 楼上有 还在聊 他俩聊着你 我会好好选的 但是我没有压力 你放心吧 你也不要给自己压力 我没有 我还好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不管你选什么 嗯哼 凡 ck 你们叫的一点都不霸气 反三开 你也不霸气 重音在 k 对何元来一个凡 ck 好看好看好看 别的 对刺的时候可以斜一点点 对这个真好看 刺他 就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可以说出来 你试试看说出来 你为什么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伤我的心啊 你先你说 说一句台词 这样能还可以 不 不行 把这个 把整个 整个 台词说出来 就是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伤我的心 你就说一句出来 然后就 就刺的那个感觉 你为什么要伤我的心 你记住那个感觉 你就不用说了 但是你的心 前台词你要有 对对对 工具人就是我 你就你看你看我 你的手 你如果你是这样 就这个这个不好看 你就刺他嘛 就是你为什么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就是 眼神的问题 好 刚才有的 但是可以 可以更好 嗯 好对 恭喜 经过三小时的知识率统计 你们最终的微博助力排名是第一名 恭喜 恭喜你们获得最后一个IP的拍摄权 谢谢 谢谢 哈哈哈 因为一直想和凯欣姐合作嘛 挺波折的 这个过程 最终还是和她合作上了 我很开心啊 哎 哎 和鱼 你这车不错啊 不仅外观很漂亮 车里还很宽敞 这辆车可是全新图王X 上汽大众豪华旗舰SUV 不但外观炒酷 轴距更耳近三米 怪不得坐着这么宽敞舒服 感觉整个人都能伸展开 对啊 而且这车开起来也很享受 自己开车会不会不太方便啊 不会 这辆车有大众全新IQ Drive自驾系统 包含车道保持变道辅助 还有高级自身巡航开始可方便了 哦 那真的很厉害 那它动力也不错吧 当然动力十足了 它不仅有2.5T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而且驾驶体验特别好 配有智能四驱和DCC 自适应动态悬架 质感无独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阶段 最佳搭档的作品展映现场 一部经典制作 在你们复刻这个《倩女幽魂》 拍摄的时候 一些什么小的趋势吗 整个创作过程 其实我们俩是最后一组拍的 其实拍这个压力挺大的 之前我和她就是 属于坐在对面 我们俩很熟 就很快地去调整了状态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照片 都是抓拍的几乎 就我们在做动作 然后老是抓拍的 明白 我们俩的这段戏 我觉得是含蓄的 然后属于那种 不能在一起的忧伤 然后又有浓浓的爱意吧 这样子 这张其实是我们抓拍的 我在那想 我应该怎么跟柯宇 表达爱意呢 在那想念对方 但是无意间的那种抓拍 我觉得反而更奇妙 更有惊喜 很有感觉 就拍完就觉得 这张还挺有意思的 虽然是抓拍的 当时就觉得 哎呀 很好 因此古装还是很好看的 谢谢 因为以前我演过 这个念小切 所以我对这个角色有情怀 非常非常喜欢 感谢观看的 我感谢观看的 我感谢观看的